第108章 主办官 许凌月估摸着是一个人脑补过头了 又是比较闷的性子 情绪一直压在心里 见到大哥平安无事地返回 终于落下心中大石 哭得稀里哗啦 泪珠滚滚 直到丫鬟走出门口 看着搂成一团的兄妹俩 惊喜地喊道 大郎出狱了 许凌月这时候才想起 自己是位出阁的黄花闺女 从大哥怀里挣脱 一边抽烟 一边垂手翘立 脸蛋火红如烧 许凌安牵着妹妹的手进了闺房 丫鬟给她沁茶 安分手挤地站在一边 听大郎和大小姐说话 你去通知下人 烧点热水 我要沐浴 许凌安吩咐道 丫鬟出去传话 谁知道下人们一听 各个脸色大变 纷纷摇头拒绝 丫鬟很委屈地回去告诉大郎 许大郎也很生气 心说是你们这群吓人飘了 还是我许大郎提不起刀了 那你帮忙去烧水 许凌安道 丫鬟更委屈了 但不敢拒绝 撅着嘴离开 许凌安转头 朝许凌岳笑道 陛下允许我将功补过 我暂时没事了 许凌岳点点头 精致的瓜子脸有些憔悴 大哥怎么与同僚动手的 许凌安便将事情经过简单地说了一遍 许凌岳听得气愤极了 秀全紧握 大哥做事妹妹向来放心的 她露出了璀璨笑容 眼里充斥着骄傲 一瞬间的明媚动人 许凌安忍不住捏了捏她的脸 许凌岳娇羞地垂下头 沐浴后 穿上打羹人制服 许凌安和许凌音坐在屋檐下 拍拍坐 两人手里都捧着一大碗鸡蛋肉丝面 这一幕和谐温馨 许凌安道 凌音啊 大哥用肉跟你换鸡蛋好不好 许凌音想了想 摇头 不要 娘说大哥上次骗了我包子 那你觉得 大哥骗你了吗 她歪着脑袋 认真地想了想 忘记了 许凌安道 所以嘛 大哥怎么会骗你呢 大哥绝不是要骗你的鸡蛋吃 大哥指示 她没说完 就看见许凌音朝着鸡蛋面 呸呸了两口 许凌安一脸呆滞 许凌音说 二哥教我的 读书人果然都 不是好东西 许凌安低头吃饭 放弃了幽媚的鸡蛋 但他尿坏 吓唬 凌音啊 这面不能吃 有毒的 啊 许凌音瞪大眼睛 看了看 搁在腿上的碗 又看看大哥 惊疑不定 许凌安耐心地给他解释 科普知识 你以前摔了一跤 皮冲破了 你爹是不是用口水给你擦伤口 许凌音点点头 许凌安道 这是因为口水能 嗯 就是能把脏东西杀死 由此可以推测出 口水一旦离开嘴巴 它是有毒的 再由此推测出 你的鸡蛋面里有毒 不能吃了 他说完 看着许凌音的小脸蛋 一点点发白 那我会死吗 许凌音撇着嘴 渲染玉气地问 死是不会死 就是会肚子疼好多天 许凌安说 许凌音点点头 安心地继续吃面 许凌安 吃完面 来到许二郎的房间 在书房里找到了 自己的玉石小镜 许凌安收入怀中 偶然间 发现了二郎 摆在桌角的几页纸 用阵纸压着 纸张用潦草的字迹 写得密密麻麻 是对许凌安处境的分析 对四天剑和云路书院 能否产生作用的评估 大概是夜深人静时 枯座书房私存 随手写下来的思路 小老弟还是很有几把刷子的 许凌安笑了笑 离开书房 他一路快马加鞭赶回衙门 静止去见了魏冤 魏冤早就等待多时 指了指杨燕身边的位置 温和道 坐 杨燕面无表情地 把一份卷宗递了过来 魏冤道 这件案子 我让金玉堂 春风堂 镇邪堂 三堂联手去办 主办官是你 许凄安吃了一惊 魏冤笑道 陛下亲自下的口谕吗 目光交汇 许凌安忽然懂了 魏冤想通过这件事提拔他 直接委任他为主办官 而不是协同办案 许凌安展开卷宗 仔细看完 直接了当地问道 桑伯底下 是不是封印着什么东西 魏冤眼中闪过一色 杨燕常年没有表情的脸 也露出了吃惊的神色 桑伯里封印着某种东西 这个真相 还是魏冤今早告诉他的 而比他聪明的南宫欠柔 也是在昨晚桑伯发生变故 联想到那天 义父在库房查阅资料 卷宗 这才隐隐有些猜测 但不敢确认 直到今早 义父坦然地告诉他们真相 可是这个小铜锣 竟然直接倒出 桑伯底下封印着东西 魏冤收敛住意外的表情 笑道 说说你的推理 许其安待罪之身 巴不得在魏冤面前表现自己 说道 桑伯虽然是我们大奉的禁地 但对外人来说 唯一有价值的东西 恐怕就是镇国神剑 说到这里 他看向卷宗 但上面写着 镇国神剑无碍 那么贼人的目标 就是其他东西了 所以卑职猜测 永镇山河庙里 肯定有什么东西 而这东西 又为什么要放在桑伯 卑职在大胆猜测 可能那东西 需要镇国神剑来封镇 许其安其实是在 得知了答案之后 逆推过程 他清晰的思路 和缜密的逻辑 博取了杨艳的任务 对麾下的这个小铜锣 愈发的欣赏和看重 不但天资出众 而且聪明 能力强 值得栽培 卫公是知道的吧 许其安试探道 卫冤坦然地摇头 陛下没有明说 但我心里有了几分猜测 他脸色严肃 语气蕴含警告 你的任务是查出 炸毁永镇山河庙 是何人所为 追回那东西的事 与你无关 遇到无法解决的麻烦 告知杨金罗便是 他会出面 陛下赐下了一面金牌 可在皇城行走 除了后宫和几个特殊的地方 你凭此牌 可以畅通无阻 许其安领命告退 魏冤目送他的背影离开 听着楼梯传来轻微的脚步 望向杨燕 听说监症病了 杨燕点点头 魏冤眸子沉静 默然许久 老东西 离开好奇楼 许其安直奔春风堂 道 头 马上召集金玉堂镇协堂的两位银罗 在衙门前院集合 速度 李玉春一脸猛 半赏 瞪眼道 你是头 我是头 小老弟竟然对他遗旨气使 许其安亮出金牌 我现在是陛下清典的主办官 今儿起 咱们就个论个的 我管你叫头 你管我叫大人 头 帮大人去请两位银罗 李玉春郁闷地走了 个论个的 总觉得哪里很奇怪 镇邪堂的银罗姓杨 明峰 是个皮肤有黑的高瘦中年人 眉心有一颗黑色大致 金玉堂的银罗 则是个满脸落腮糊的汉子 叫闽山 脸颊有一道斜斜的刀疤 瞧着分外凶恶 再加上春风堂李玉春 三位银罗 外加十二名铜锣 很快就在院前集结 按照衙门的风俗 出行办案前要在前院集结 由主办官带头训话 鼓舞人心 同时也是做给其他打更人看的 昨夜桑伯发生爆炸 永镇山河庙被毁 陛下龙颜震怒 命令衙门半月内查出真相 抓住贼人 许七安单手按刀 身姿笔挺 目光锐利 我封陛下口谕 亲自追查此案 而等协同办理 务必全力以赴 报答黄恩 许七安心里补充一句 办好了会所嫩魔 办不好菜市口砍头 是 众人齐声道 因为都是杨燕手底下的银罗 铜锣 大伙还算听话 只是有些不服气 想着许七安一个铜锣 哪来的经验和能力 处理这么大的事 也不知道 陛下怎么会 亲点他为办案主官 离开打更人衙门 翻身上马 一脸落腮糊的敏银罗 问道 许大人 我们去哪 当然是去现场 许七安道 一行人策马赶往黄城 选择了最节省时间的路线 横穿黄城 其实也可以绕过黄城 去勘察现场 许七安依仗金牌在手 怎么省时间怎么来 在任何案件中 争分夺秒是第一原则 在禁军的带领下 打更人们来到桑博 这里景物大便 连接岸边的长廊 已经在爆炸中摧毁 湖心的汉白玉高台 也凭空消失 桑博水面干干净净 什么都没有 谁能想到 前几日还曾在此地 举行隆重的祭祖大典 湖边停泊着一艘小舟 许七安道 我们几个过去看看 得下水 许七安率先跃上小舟 悄悄深入怀中 扣动玉石小精背面 倾倒出大如赠送的魔法书 撕下其中一页 拽在手里 其他银罗随后上船 留下十二名铜锣 与一列进军在岸边 李玉春摇着桨 滑到湖中心 高寿的杨峰杨银罗 看了许七安一眼 突然道 许大人 我下去吧 许七安道 那你就与我一起下水吧 说着 引燃了纸张 开启了旺气术 枪 他抽出佩刀 叼在嘴里 纵身跃入水中 冰冷的湖水刺 激着毛孔 一串串细微的气泡 从许七安叼着黑金长刀的嘴角冒出 他竭力睁大眼睛 观察着水底的情况 汉白玉高台的地基 一直延伸到湖底 高台坍塌的断裂口 距离水面有一丈多 暗流涌动的声音传来 许七安回头看了一眼 是杨音罗跟了上来 皮肤有黑的杨音罗 同样观察了一下汉白玉高台的坍塌情况 心里立刻有了判断 他把自己的推理压在心里 打算上岸后试探一下这个被围以重任的小铜锣 这时 杨音罗发现 许七安顺着汉白玉高台的地基 往水底潜入 他赶紧跟上 越往下 视线越模糊 到最后只剩下漆黑 杨音罗便不再跟随 自己浮了上去 哗 他越出水面 爬上小舟 一边运气蒸干冰冷的湖水 一边环顾众人 许大人朝湖底去了 那里一片漆黑 什么也看不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